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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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一度又有一个低点 破一个低点 大概是这样 我先讲一下 大概就是 符额最后的清理了 这个战场最后的清理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发现 最近这两天 尤其是昨天 你要注意听 昨天大跌300多点 你注意看 昨天大跌300多点 这两次都大跌400多点 對不對 就是这灌破低点 又打一次 趋势都没改变 就是空头 昨天大跌300多点 正常 上个礼拜连续跌了900多点 昨天又是跌了300多点 正常信用交易户 他会 没办法接受 你看昨天才 昨天才减21亿 对不对 为什么说财呢 正常昨天 因为已经受不了 这边一直 沿路上的一个串逃 从这边一直跑 借钱 借钱没钱还 就一直跑 那逃到昨天 再打一破 又破底 正常来说 要减个100亿合理吧 上贵的也是这样 正常是不是你想想 是不是要减个100亿 合理嘛 因为 最后 没办法嘛 因为 营业员一直叫你补钱 你就跑去厕所躲起来 让人家找不到 找不到 人家只好把你的股票卖了 也不会跟你客气 因为你跟人家借钱 你就撞不住了 你一千万的股票自己拿400万来 所以那600万敢借的 你有哪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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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600万人家是怕你输掉 你400万输掉 那一定会有事 那你的事啊 可是你600万你不能帮他输掉 借钱给你的人 他怕你把他输掉 所以他就把你股票卖了 你维持力不够 他就把你卖了 那为什么到昨天为止 他变成只有少了二十几亿 就是说该卖的 该串逃的 该离开市场的 都滚蛋了 留下来的 借钱的留下来 他已经拿钱来补了 这样说得简单 换成现股了 他也学乖了 换成现股了 更乖的 不要就钱了 所以为什么会减少这么少 减少这么少 只有二十几亿 你说今天反弹上来 理论上来讲还不太会增加 因为还有一些动作要做完 因为还有昨天没有卖的 没有被推出市场的 他可能想说今天有谈起来 他要再卖一下 赶快卖一卖 卖比较影响 我如果这样讲 你可能会不高兴 但是我希望你有融资操作 你也不要看我的节目了 因为我也不喜欢你 你不喜欢我没有关系 我就很讨厌人家借钱 玩股票 因为这些人 常常会捣乱市场 因为跌下去他受不了 他没办法撑 他没钱 就一直拼命的卖 一直拼命的卖 然后自己不卖 又被营业人卖 然后就弄得乱七八糟 就是这样子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这个战场就是 最后的清理都是这样子 变成说股票市场变成超卖了 所谓超卖就是说 原本不用跌这么多 却是变跌这么多 就是超卖的意思 譬如说这样子 台积电也许 也许台积电不用跌到这么多 他跌到五百块就可以了 可是他便跑到四百三十三块 这个地方就是 市场的恐慌已经乱了掉 才会造成这样一个现象 那你说他今天为什么要有个低点 这正常的 台北股不是每天都是规定要开高走低吗 那今天也是开高 这样子要走低 这正常啊 每次也这样 哪一次有例外 这几天不是都这样 昨天也是这样 前天也是这样 上个礼拜都是通通都这样 所以还是老规矩一次一次 把你走低 你就怕到了 又破队 走低不是又破底了吗 快去买买 1395 5 1点快买买 不然又落下去 被满沙 到时又突然落下去 哪里得到 快买买 你刚才买买 你也接受啦 至少没有卖到最低点 对不对 你买买 这行情就逆转 因为这行情本来就一直想要转 我给各位看台积电 我是技术派的 我没有在跟你讲基本面很好 你注意看台积电 我一直叫你注意台积电 虽然你不一定要买台积电 可是我一直叫你注意台积电 你注意看 昨天啊 我们不是讲今天 讲昨天 你看昨天的KD值 你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 这里 这里是不是比这里还高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 这里是不是 你看 这里 你眼睛睁大一点 是不是 5.68 8.83 你注意看 KD值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昨天不是破底吗 破了这个低点 这里是跌破这里 这里有没有比这边高 有吧 指标背离 我教你这个东西 我不会跟你讲基本面很好 那个废话 你讲那个没有用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所以你看台积电今天大涨 你会觉得奇怪 怎么大涨 没有奇怪 对我来讲他没有奇怪 那是因为你奇怪 因为你不懂 你就说奇怪 你就扬名20块加20块加20块 独特加20块 然后就变成成成本了 你就是见头 我不是麻烦 我是说讲20块加20块那件头 你没说就没问题了 什么叫20块加20块加20块 5年以后就零成本 你就吃天宅了 这种话不要乱讲 会害人家的 很多股市的小白他不懂 不懂股票有风险 结果就你这些人乱讲话 还有一些网红 没有牌照乱讲话 没有牌照 到底不能讲股票 不能报股票 只有分析师才可以讲 只有分析师才可以讲 我说真的讲真的 你没有牌照 你乱讲股票 在公开场合乱讲股票 不行 你私底下讲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能 你不能乱讲 乱爆牌 这样会乱他 你看这里 这上来 那为什么要讲台积电 你看台积电是不是过了 这礼拜的高点 所以我在盘中是不是讲 我一大早在9点多 在飞盘台连线 那时候还刚开始盘 438 440块的时候我就讲 那时候还差了十几块 我就在飞盘台连线 我这边也有讲 那时候早上的时候 我大概9点120分的时候连线 我就跟飞盘台的观众讲 台积电今天只要过了451块半 还没到还差十块钱 那就是指数返转 451块半在这里 就两个点位 就是大盘返转 然后我讲了一句话 昨天跌的今天涨回来 昨天跌的363点 今天会涨回来 果然最后涨回来 最高可能性会涨500点 就是台积电在最后一盘拖拉 可是它今天比较乖 它没有拖拉 它可以拉到465块 它今天没有拖拉 所以就没有涨到500点 但是明天会再补回来 因为我要给大家看台积电 看台积电就可以了 台积电今天的收盘价 是不是高过于这个价 这个高价是453块半 大盘这里 14336 有没有看到 低点 收盘 今天收盘14336 高点14355 这代表什么 代表说谁通过这个低点 谁就是强势谷 它通过了 它是不是通过453.5 那接下来明天以后台积电的责任就是挑战这一根 这个大量区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都是它的责任 大盘 会上去 为什么一直要讲台积电 你可以不买台积电 我已经讲过了 我昨天也在贴了课问讲说 我们有介绍一档ETF 但是它成交量太少 所以我也不想一直在这边讲 我说它里面那个ETF 它也是半导体的 它是半导体的ETF 那台积电就半导体 联发科 联电都是半导体 IC设计股很多的半导体 而这个ETF 它的组合里面有30档股票 其中台积电一定是排名第一名 它是占百分之25的全值 所以我买那一台ETF 买那一档ETF 等于是说 就买了台积电的意思了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买了联电 买了联发科的意思了 这只是半导体的意思 那今天涨幅还不错 还不错了 因为成交量少我就不想讲 我讲台积电就好 所以台积电上来以后 对不对 我们要算台积电这边的跌幅 台积电从这边跌到这边255块 总共大约 因为它每一段时间 它的点数是不一样的 每一块钱点 现在目前每一块钱是8.125点 但是以前是8.2 8.2 8.3 一直往下降下来 台积电跌了255块 算出来大概2100点 跌了2100点 台积电伟大 这次大盘总共跌了4668点 跌了25% 大盘从最高点修正25% 台积电这家公司扛了2100点 占跌点45% 伟大 它承担大部分人的痛苦 太伟大的公司了 不然你的股票还不晓得要跌几成 你不是跌7成而已 如果没有台积电帮你撑着 这支股票不知道要落几成 最后它是跌了7成多就停下来 很多IC设计股跌5成6成的 排排站一大堆 台积电自己总共这一次跌了37% 大盘跌了25% 所以投资本如果你的股票跌幅 比台积电少算还不错 从最高点算 如果你跌幅又低于大盘 那算是高手 算是你显股 我是说从18,600那时候就买 你现在最近才买的那不算 那算是比大盘还优秀 甚至比任何的基金经理人都还优秀 因为这边投资实在乱口 投资资金总共150档 股票型基金国内的 大概有40家投资 发行了150档基金 现在目前都在逃离线 逃离线 逃离这个战场 输得很多 那我等一下会谈到投资 现在目前还在灌压的股票是哪一些 到目前还在灌压 没办法 所以投资第二季的绩效是很糟糕了 第二季了 就是四五六月 那七月份是重新开始 他们是重新布局 所以先跟各位讲这个样的状况 那我在今天告诉我的会员 而且在Telegram裡面 盘中我也讲了很多次 就很多的贴文 我就说像这种盘是在大碟 一般的分析师都躲在厕所 躲在厕所裡面 不敢见人 不是说不敢见人 就躲在厕所裡 躲起来就意思了 因为他们没有把握 输到已经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了 但是我都是面对 我都告诉你们怎么做 像昨天大跌 我也在Telegram讲说 如果你不是借钱的 如果你不是借钱 表示没有追缴的压力 昨天大跌三百多点 我也是告诉你 如果你不是借钱的 你千万不要跌了四千多点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卖掉股票 太可惜了 这个地方是要买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钱买 至少你先不要卖掉 那今天大涨 那大涨不是只有一天 如果大涨一天 那没什么好说的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 这一次的大涨 这一次的反弹 我这边都有讲 这一次的反弹 它跟这里的反弹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边是刚跌的反弹 当然是这样幅度比较小 跌到这边的反弹 这每一次的反弹 每一次这空头市场 还包含最近的一次 这一次的反弹 到16800这一次的反弹 这边有1000多点 这边有1000多点 那因为它这一次的反弹是 针对这边的反弹 这边的反弹是针对 这个地方的反弹 这修正的反弹 那因为它这边的反弹是 针对这边 针对这边 那因为它越跌越多 总共跌了25%下来 所以这一次是总修正 所以这一次 总共4000多点里面的反弹 它是对这边的反弹 加上对这边的反弹 所以幅度会相当大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668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欢迎来到节目下 我要跟各位讲 这是台积电 这是联发科 联发科这个都很明显 台积电会转 联发科也会转 联发科今天应该是一大早就是一个买点 你看他KD值也上来 这个是我们早上也有监力会员买 我在Telegram有讲 那鸿海更不用讲 鸿海比较强壮 这是除息的 所以如果他还原前息 他的价格在这里 鸿海这一次是守得比较好 因为投信他会串逃 他跌下来以后他有的股票 跌15%到20% 他就必须要减碼 跌30%一定要砍掉 是规定的 投信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跑到 他至今又不能抽出来 因为他必须被规定 持股要70%以上 没地方跑 又不像你可以把钱拿出来 他不能拿出来 他只好买这个 买这个中华电信 买这个台湾大各大 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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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电资管都买这个 如果电资管都买这个 防疫型的 这是防疫型的 这张防疫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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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资管都买这个 传厂股的 黑白衣 当然就是 也不是黑白衣 不怕不太吃辣 所以只要買中華電信 買台客棠 買台客棠 買的是看好嗎 它不是看好 它哪是看好 它就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因為它要停順 譬如說今天 今天我在年輕的時候講過 這檔股票就是目前投信 第一名 這檔股票建設是目前的 150檔基金持股冠軍 第一名的 到現在還在賣 持股冠軍 第一名 現在目前總持股冠軍 就是這檔 你看 一直在賣 今天也是賣的 最後被洗掉了 因為它必須要賣 你看這檔目前是持股第二名 它早上也必須要賣 都拉上來 還有這檔股票都前幾名的 昨天不是賣到跌停嗎 今天給它漲停 就是這樣 今天還是賣 放心 今天還是賣 那這檔股票不是亂做嗎 我沒有它亂說 它亂做 它是正常的做 它規規矩矩 第一是它一定要賣 停損它一定要停損 沒有話好說的 但是它停損以後 它錢不能搬出來 它買什麼呢 它就買這個 它還要堆下去 沒有勇敢 堆下去 今天還要堆 你看 所以你如果不一定比它更沒飯 因為它們被迫這樣做 它一定要追 它要追 你看像這種股票 最近很多的股票被投信都賣 你不要亂賣 因為它們大概差不多處理結束了 因為投信有些是要換經理人 它們不得不這樣做 你看看這個 你看看這個 你看看這個有沒有 這也是他買的 他都去賣 賣一些股票賣來賣這個 那現在很多的股票 到現在投信還在賣 你不要賣了 我建議你不要賣了 注意看 像這個你賣了 你早上如果賣就沒了 賣到最低了 這投信的前五大 目前前五大持股 前五大持股 前五大持股 那接下來有些投信賣掉以後 它清理之後賣掉以後 很有可能會產生極彈的 你看看就知道 早上不是差一點跌天板 撩起來 這支就是 投信高持股的 這支也是 投信高持股的 你不要再賣了 這支還是 漲賣到你漏了 你看 也是又撩起來 這支你不要再上當了 這支他們會倒出來 最後會倒出來 你不能看他現在買到他買 我說他買到他吃飽就撩出來了 像以前的昌龍 他不是買這麼多 不是倒出來 你看看他做都要這樣做 這支也是倒出來了 倒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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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倒出來了 全部都倒出來了 那我給您看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給您看的意思就是說 有的股票要注意 比如說我今天有談到一檔股票 這個股票 這支股票也有投信 粉絲的利益人 最近投信 修理這檔股票 修理最多了 修理益總會滾起來 店總會滾起來 分盤交易 不敢開門了 不敢開門了 總會不敢玩了 原本上兩個禮拜以前 投信持股第一名是得尾 現在已經退到二三十名了 快被賣光了 那這檔股票也被賣了很多 今天又賣了四五千張 所以快沒有了 所以像這個漢磊 我今天在連線特別講 這個都有機會產生大幅度的反彈 就有點類似像這樣 被oversold之後 突然間撥一個漲停板 你看這支也是一樣 突然間撥一個漲停板 類似像這樣 因為它反撲 它會反撲 這個就是建立在超賣 比如說像今天投信 早上一炸早就賣這個 把它賣到跌停板 那台積電把它 把大盤扭轉出來以後 這個就反撲 那這檔股票就直接 直接就攻漲停 這個聽起來 你看起來我講的比較快 可能有點複雜 但是你也不用 反正都聽幾次你就了解 你不要怪投信 它們被規定必須要這樣做 所以只要股票夜跌 一直跌 它們要一直賣 跌五成也要賣 六成也要賣 七成也要賣 八成也要賣 你不要不信 所以投信的牌要怎麼跟 那個有邏輯性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很了解 我跟各位講 反正就是台積電 已經是確認反轉 那該抄底的時候 你就不用保守 因為保守的時間已經過了 你一萬一萬八千點 你又不保守 說看一萬快兩萬 一萬七你說看一萬九 一萬六你說看三萬 那現在一萬三千多 你保守是在下賭的嗎 這句沒在保守的 股票不要賣 有錢趕快買 有任何操作的問題 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明天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